为协助台商赴印度投资 经济部近期在驻印度代表处设置台湾投资窗口 同时聘请会计师专业人员提供当地最新投资商情 与财税相关法律咨询服务 让台商面对相关问题时可获得便捷的支援 卓印度代表田中光指出 印度正在改变 现在正是台湾投资的契机 透过新南向政策把印度当作重要的伙伴 不止贸易往来 未来也希望透过人才交流等计划 强化包括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关系与连结 据驻印度代表处经济组统计 截至目前为止已有近90家台湾企业在印度设立分公司 印台双倍贸易也自1995年的9.3亿美元 到2016年来到50.1亿美元 成长超过5倍 成长超过5倍